文兰郭先生最近76人的主帅布雷特布朗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新赛季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球队的主帅们自然会有自己的计划与安排,而在采访中,布朗也提及了一个人,此人就马克尔·富尔茨,上赛季的富尔茨,的确是很悲剧的,除了伤病的困扰之外,同来动作的改变,也让其荒废了一个赛季,甚至到了季后赛,林伦换阵容的席位,也都被白康奈尔抢走了。 这样的富尔茨,新秀赛季的确是充满悲情的,但这一次的布朗,他透露的消息对富尔茨来说,则是一件好事。 那就是,富尔茨今年夏天在T-Mark,团队,的指导下,进行了15万次的投篮训练,每天从早上8点练到晚上11点吧。 顺带的,富尔茨也透露,如今的富尔茨来到球场训练的时候,也变得很自信了,也变得愿意主动寻找出手机会了,而不会像上赛季一样来卫缩缩,这样的爆料,还是麻梦的。 而15万次的投篮,同样是令人佩服的,那就是,富尔茨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也是豁出去了。 别人的夏天,或许是度假过的,而他的夏天,则是在回早汗水,去年作为公认的选秀大年。 不少人也表示,肯定会出很多的巨星。 目前来看,卡图姆,尼切尔,库兹玛,马尔坎宁,达米兹史密斯,福克斯,约什杰克什,鲍尔等人,都具备不错的基战,绿合天赋,也具备未来某个成为全明星球人,乃至是巨星的潜力。 在这样的现实下,只有富尔茨是有点悲剧的,那就是,新秀赛季的他,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存在感。 除了刷了一次三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双先生之后,富尔茨的存在感,的确太弱了一些。 当季后赛的米歇尔和塔图姆拿争北战的时候,富尔茨却被打入冷宫,连进入轮化的机会都没有。 这样的对比,还是很鲜明的,也因为这样,许多人觉得,富尔茨的天赋,的确没有被兑现。 但经过这个夏天的训练,目前来看,富尔茨并没有自暴自弃,而是继续努力,不断的兑现自己的天赋。 投篮斯是不对,那就改正,一次无法改正,那就投篮十五万次。 这样的富尔茨,还是很有恒心的,或许,也是看到了富尔茨此前在夏天的努力。 在莱奥纳德的交易中,76人才始终不愿意将富尔茨当成筹码,因为,莱奥纳德只有一年的使用权。 若是富尔茨能培养出来,那可能是未来76人争霸联盟的核心球员之一,这背后的利害关系。 这背后的利弊,76人管理层自然是心知肚明的,也就是说,他们宁可赌博富尔茨的天赋,也不愿意赌博莱奥纳德的一年使用权,以及未来不确定的是约权。 富尔茨今下头来十五万次,未对现天赋他拼了,难怪小卡都换不来他,当然,若是能得到莱奥纳德的续约承诺,那么76人肯定是愿意送出富尔茨的,但没有,自然不愿送出,但这也证明一点,富尔茨的天赋,76人还是在珍惜的。